主人 有密报 主人 是博王吗 他 写了些什么 生死同命 寒水一箭 你会做什么 认清事实 这世上 再无狼仔 和星云 王爷 王爷 幸好 你来了 我有话要问你 那蜜探可是你刻意放走的 也是你一步步策划了狼蛊花 好在你殉命之时 让那马斋星不仅毫无痛苦 更是大喜过望笑珠颜开 那蜜探是我放的 我不瞒你 也瞒不过你 既然你已坦诚罪行 就不怕我是带人来抓你的 我没有打算要逃 你既身为太捕 派人来抓我 也是合情合理 既然如此 你又为何叫我前来 你若不来 我不会怪你 但你若真的现身 代表生死同命 我对你绝无虚言 反而有一事相求 自小与你相识 你就从不示弱 而我也等着你这头孤狼 何时能向我低头 有求于我 可你今天真的开口了 我竟全无一丝喜悦 说吧 你要我做什么 你是楚奎亲定的太部 想必已经知道四弟的下落 四殿下已被陛下囚禁 陛下封锁了四殿下逼宫一事 他说只要你回来 就能换回四殿下一命 我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四弟被软禁 命悬一线 所以 我必须回去一命换一命 你若回宫 可知你必死无疑 我打算求你的事 就是在我死之后 尽你所能 照顾好四弟 闻言等人 楚奎相来疼爱四弟 待我回京之后 一命换一命 够了 为什么你的命就不是命 凭什么是你替他们死 若能以我一人之性命 救回他们 值得 那马摘兴呢 你为他做了这么多 他还是不肯原谅你吗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他原谅我 那你就想一死赎罪是吗 你想断了这份情 可你在千军万马之间 拼死也要护他一命 你明明 你明明心之所惜 全部都是他一个人 你去找马摘兴吧 四殿下 还有叶杀的性命 我自会替你看火 我和摘兴之间 若还有什么情分 也只是我自作多情 这已经是我所期盼的最好结局 姚姬 我所求你的事 我明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但是天下之大 能办好这件事的 唯有你了 我走了 保重 不准走 你说过他生死同命 你若是死了 我怎么办 正因为生死同命 我才能开口 把最后的心愿 托付给你 生死同命 你活着 就犹如我同在 这把匕首 跟楚奎的赤小剑 同是用难得的玄体所驻走 我记得了 你深爱其锋利无双 血铁如泥 今后 就按着匕首 伴你放身吗 千年后 我还在这里守候 不温柔 不温愁 你不用了 你说过他 生死同命 你却想先死 留我毒火 我绝不会让你如愿的 绝不 我可能请你判断 你均不固 我以后 感谢观看